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两大顶流的压轴大戏 以闹剧收场 王一博的吴明成最大赢家 最近粉圈最热闹的事情 不过是王一博跟张一星的跨年压轴之争 因为王一博在跨年倒计时之际官宣吴明定在大年初一的事情 引发张艺 新的压轴表演成为争议焦点 到底谁才是压轴的那位 王一博因为上台的时机在跨年倒计时 再加上这是平台跟制片方钩通过的 不过是借助王一博的人气来官宣吴明的这件事 没想到会因为这个原因 引发张一星加粉丝强烈的不满 认为是王一博强了人家压轴的风头 甚至直接送了王一博一个加塞咖的称号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不少王一博粉丝的不满 不过在这么多天的对垒中 我们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王一博家粉丝不仅没有否认张一星的压轴 而且给予了很大的肯定 可惜的是 星星加粉丝强烈感受到了不公平 本来好好的压轴表演 最后硬是来了一个宣传电影 甚至在原本最后倒计时表演的一星 都没有上台 其实 这场压轴大戏 本来不需要工作室出来澄清的 结果一星的工作室直接来了一段文案 内涵平台 暗讽要凭实力说话 做事需要磊落坦荡 说到底 这也是东方卫视沟通有问题 结果引发了粉丝的不满 一人的无可奈何 更重要的是 粉丝不该把矛头指向扭转到王一博这边 他也是打动人一枚 就是配合宣传而已 更不想抢占谁的风头 再加上 王一博跟张一星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可惜两家粉丝都是木强的 从街舞上 两家粉丝关系就处于白了状态 到了现在 在这么重要的舞台上 压轴表演 是实力的证明 更是艺人人气价值的体现 谁都不能抢走锋芒 对于这次的压轴大戏的争论 网络上可谓是吵翻了天 没曾想吃瓜群众看的也是热闹 特别激烈的应该是一星家的粉丝 各种委屈 各种心酸无处化凄凉的境地 适可而止才是最后的结果 随着一星家的大粉被平台禁言后 这场闹剧也算是眼齐息鼓了 我们不评论谁对谁错 各位站的立场不同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这场闹剧的导火索 应该是平台跟资方 没有跟两家艺人沟通到位导致的 不可否认张一星的压轴表演是不错的 但是王一博宣传电影 也是得到了最大的惊喜 按理说 王一博应该是参加湖南卫视跨年的 但是这次却带着新歌来到了东方卫视 并且官宣了电影 无名的定档大年初一 目的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这部电影的背景故事 发生地就是上海 并且剧中 王一博等人用的方言就是上海话 人家选择来东方 卫视跨年 并且王一博的新歌跟舞台表演 都带动了东方卫视的收视率 他出场的时间段 达到了收视率1.5的峰值 至此 跨年已经过去快一周了 粉丝吵吵闹闹了这么久 随着大粉的账号被禁言 这场闹剧也该收场了 不过如今看来 热度最高的无疑就是电影《无名》 好多人知道了影片定在大年初一 并且不得不说一点 这段时间无论怎么吵 王一博的粉丝 都在不惜余力的卖力宣传《无名》 非常的辛苦跟忙碌 娱乐圈就是这样 在话题中 各自获利 我们知道了一星是当之无愧的 压轴表演嘉宾 同时呢 我们知道了《无名》要在春节档上映 纵观整个压轴大戏中 最大的赢家应该是达到了 宣传效果的《无名》 你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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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